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许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GIT 今天的标题是 大家请看 返回过去一 返回过去是个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咱们修改了一些个原代码 但是有bug没修改完 但生产环境又必须让咱赶紧的去release 这时候怎么办 这时候应该用过去的版本 你最新版本有bug没改完 那么咱们需要把当前库返回到过去的状态 然后放到生产环境当中 那么这个返回过去 就是今天咱们的主题 但是我这写个一大请看 什么意思 这返回过去相对比较复杂 我可能做一期做不完 我准备做几期 所以咱们今天是返回过去的第一期 好咱们先一少许 马上看 今天的支点 现在支点我这写了三行 其实是一个意思 什么意思 请看 返回过去用哪个命令 用GIT 然后Reset命令 返回过去 Reset重置 对吧 那么这个Reset命令 其实后面跟很多的option 我给你介绍这一个 叫做什么 减减hard hard是什么意思 硬吗 对吧 就说 我是硬往过去返回 愣回去 就这感觉 然后这hard后面 要跟一个参数 什么参数 咱想想看 我返回过去 那么我返回到过去的哪个版本 这就是后面这个参数 那这head是什么意思 头 就是说 我返回到我最后一次提交 叫头部 那这个地方 就是返回到最后一次提交 比如说我本地 帮帮帮帮 改了好的文件 后来我觉得改错了 不对 我还想返回到 我昨天晚上的那个版本 怎么办 这就是用这个head 最后一次提交 那么我说 最后一次提交 也不行 我想用前天晚上的提交 因为咱一天晚上 已经提交一次 对吧 我想用前天晚上提交 怎么办 没关系 用head 然后再跟一个 这个破折线 或者叫破折号 这样呢 返回到head减1 的那个版本上去 那有朋友说 不对了 我昨天我前的版本 都不行 我上周五 我下班是那个版本 不错 我想把它放到生产环境 怎么做 这看啊 这跟着一个head 跟一个破折线 然后后面跟一个n 是吧 n就是说呀 我返回到前几代 或者叫前几期 你是上周五 上周三 都没问题 这地方可以动态设置 对吧 这个呢 就是咱们返回过去的命令 您听来可能有些抽象 没关系 咱们今天马上举例子 咱们看一下 我在这个咱们的信息库当中 建了一个新文件 叫做这个main.html 就这文件 大家请看 这文件呢 我有这么几行代码 分别是12345 我呢 做了五次提交 大家请看 这个文件呢 我修改了五次 然后每一次修改呢 我都加一个message 我第一次修改是加个1 第二次修改呢 加22 第三次呢 333 第四次呢 444 第五次555 数字 还有这个号码 让您一下就看到 我是你哪次的提交嘛 对吧 好 那今天呢 我就想给你演示一下 我这个文件呢 做了五次西交 然后呢 我想回到过去的某个版本 我呢 需要去指定 对不对 咱们今天就试一下 看看怎么来指定 回到过去 好 咱们试试 我现在马上打开中端 进入咱们的git cool文件夹 然后咱们看一下 现在的状态是 非常的干净 对吧 然后呢 咱们目录下的文件 大家请看 有这个man 这个文件 好 我现在把这个文件 我现在把这个 git cool的这个log 给您看一下 看过去六次的log 大家请看 我最新的提交 就是head嘛 这head跟这个head 是一回事 跟这个head 是一回事 我head最新提交 是这个message555的 就是我当前这个版本 哪个版本 就这版本 那么我想不对 我想回到昨晚上 昨晚上哪个版本 就上一次嘛 是这个版本 对吧 大家请看 是这个版本 就是我想回到444这个版本 那怎么回 用这个命令 对吧 git set 然后呢 head 上一个版 不是 我说错了 这个版本呢 是回复到数据库中 最新版本 比如说 咱们在这儿啊 改一个666 回复上个版本 咱一会再说啊 先来这个 比如说我本地 把文件修改了 咱们呢 git status看一下 哎 就是修改了吗 最完之后 我觉得不对 还是我昨晚上的版本好 那怎么办 用这个 git reset hard 回到头文件 回到头的提交 怎么做 试试啊 git 咱现在先看啊 现在是6吧 对吧 咱们回到头 头哪个 是5 6版本 对不对 咱们试试啊 咱们回到5 git reset git hard 然后是head reset 这个命令其实很危险啊 请您做这个命令之前 要做好备份 试试啊 go 哎 大家请看 现在头呢 回到5 5了 大家请看我这个 man的html 666哪去了 小时的嘛 咱们reset 他对不对 试试试啊 所以我跟您说 要做好备份啊 做这个命令之前 好 呃 那咱们说了 不 我想回复到 我昨天晚上的版本 其实这版本 555也不行 有bug 我想回到 做上444那版本 那版本啊 没bug 怎么做 试试啊 用这个命令 现在是555嘛 对吧 然后咱先看一下 get cool当前状态 哎 非常干净嘛 对吧 好 我想回到444的版本 该怎么做 试试啊 呃 我先把get log打出来 这样咱们能够一目了然啊 one line 减 六 看到过去六次提交 咱们回到444的版本 换句话说 是head减一的版本吗 对不对 好 咱马上做啊 get reset 减减 hard 然后是head 回到head 然后是减一 因为我现在这个日本键盘 我用虚语机 是英文键盘冲突啊 所以这个我只能拷贝啊 这个知道不好意思 没有办法 因为我在这个讯息中 敲不出来这个符号啊 好 呃 这样就回到444的版本 换句话说 是head减一的版本 咱试试啊 go 哦 他写了 head呢 现在是444 咱们看一眼 哎 怎么样 那555也没了吧 说明咱们当前文件加下 是444这个版本了 回到前天晚上版本了 有朋友说不行 no 呃 前天版本好像也有bug 我想回到上周五 上周五是哪个版本 是222这个版本 这怎么回 也能回啊 那么我 那么我先问你啊 咱当前是哪个版本 咱看一眼啊 gitlog 减减 one line 杠六 大家请看 当前可不是那个55咯 当前是44咯 55已经被替换掉了 对不对 那么咱们想回到222这个版本 那咱怎么做 是这个head版本 减几 刚才5的时候呢 应该是减3 现在呢 在head的基础上 回复到减1减2 应该是减2 才能恢复到222这个版本嘛 对不对 好 咱们试试啊 就这个减2 咱们试试啊 git reset 减减 hard head 然后呢 这个版本我就要拷贝一下 这个符号 回复到当前版本 在减2的版本 当前版本是head 减1是333 减2是22的版本嘛 对吧 go 大家请看怎么样 head呢 已经是222的版本了 咱们再看一下 现在的状态啊 先看一下我的main 哎 怎么样 回到222的版本了 然后咱们再看一下 这个status 说服中 没有任何的变化 然后再看一下 gitlog 减减 one line 杠 6 哎 大家请看 呃 咱们这个数据库呢 已经回复到上周五 也不叫上周五了 是咱们刚才555 往前数三次的版本 就这222版本 这个呢 就是说咱们回到了过去 哎 不知您听明白没有啊 呃 这个应该有点绕 但是呢 您像我这样敲一下呢 应该就能够把它理解掉 哎 但是有朋友说了 哎呀 我还想回到昨天晚上的版本 55 该怎么办 呃 这作为一个附加知识 我可以给您说一下 怎么办 那么早咱 咱们看一下 刚才我敲履历里面的555 有一行ID 大家请看这个地方 这ID咱一定要记住 F5ECC01 这个ID 咱们通过它来再恢复一下 试试一下 现在是2吧 对吧 Git Reset -hard 空格 敲上这个 哎 哎 我刚才没拷贝下来是吧 稍等啊 咱再拷贝一次啊 这拷贝怎么拷贝 好 再试一下 哎 过来了 这个是说什么 我硬性指定一个ID 让它呢 硬性去回到某一次的提交上去 试一下 Go 哎 大家请看怎么样 先看我的门文件 哦 又回到昨天的版本咯 然后看一下咱们的状态 没有问题 还是非常干净 再看一下Gitlog One line啊 -6 哎 大家请看 跟今天咱们什么都没操作一样 是吧 还是这个54321都在 换句话说 不管您怎么操作 Git呢 它都会把您的原代码呢 保护得好好的 并不会丢掉 所以说您用Git操作呢 是非常的安全啊 好 以上呢 就是今天我给您介绍的 返回过去一的操作 不知您听没有没有啊 稍微有点难度 不过没有关系 您按照我的这个代码顺序 打一遍 应该就能明白 然后今天代码呢 我会放到开音中国 今天的视频呢 会放到YoukuYouTube 供您观看 那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吧 咱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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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下期再见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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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下期再见咯